什么 你还要吃龙虾 八百银的自助你一直都没吃 休想 哎妈妈 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吃 为什么 以为我不想吃 你 哎 为了做的哪有你做的好吃 那倒也是 这个给我来八只 上次我们仨消费两千 吃的还是冰鲜的 今天 今天吃活的 来个三种吃饭 吃到嗨也用不了上次一半的家吧 看我处理龙虾的手法 是不是很贤俗 哎 虾黄要留着蒸蛋 其实我也是现学现卖 龙虾小弟们都谈好了 第一种肯定是蒜蓉粉丝蒸 蒸烤箱或者大蒸锅 再炒个蒜泥料 蚝油不多了 只要调对味 很容易炒出鲜香的蒜料 正好也蒸好了 剩下的就是麻粉丝 麻蒜泥了 简单吧 哎呀 又香又嫩 第二种是孩子最爱的芝士菊 先烤个五分钟 挤上芝麻味沙拉酱 马上满满的芝士 再烤个一颗钟 味道鲜香浓郁 还能拉丝 绝对是心急美味 第三种猜我要做啥 所有的现钱来个青江爆 这应该是中国味必须要的做法了吧 调个味 水 出最后一点点蚝油 加点水翻炒个两分钟 再勾个把握芡 关火 放葱 整个交到提前煮好的面里 就是一道很火的龙虾衣面了 臭牛蛋 开饭 这份龙虾大餐怎么样 哇 跟饭店一模一样 你知道龙虾最神仙的吃法是什么 赞白糖